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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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会说就是组织感觉市场需求因为现在屁是长岁 但如果再往下讲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组织这个套边 它其实已经把这个身份变成一种游戏了 就是就是就是我其实它不是一个内在的就是可以去游戏去玩的 但我觉得曾经人其实现在也是有这方面的发展 它的身份逐渐是不是在哪怕在日本的东西都成为了一个被游戏的东西 但当年通过同性婚姻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好 因为它可以选择有一个法律的保障 甚至透过相关的法律整个社会可以改变 那很多同志可以做回自己之后 他不会走进异性婚姻 刚才我说啊 很多同志患了爱疾病之后还要去找老婆生孩子 我也遇过不少的同志我们怎么去游戏她 教育她 她最后真的去找女人结婚 她最后还是以为自己我尝试吃药 我的病毒质量很低 我说甚至不用安全套 我去尝试跟老婆去发生新新闻 我希望有孩子生出来没有感染 那你愿意你的姐姐妹妹 你的未来的女儿 嫁给一个像我刚才讲的 没办法出贵的男同志 可能又是感染解的吗 反其是系列沙龙 涉及到社会中各种少数群体 然而八期的沙龙活动 涉及到性少数议题的就有三期 同性恋话题的公开讨论 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潮流 这将有利地促进同志的平权 而社会对性少数人群的平等对待 也将启发其他少数群体 促进他们争取自己的权益